8月30号 都录个鞋了是吧 好一点 鞋的还不是鞋的呢 这个方向盘看着不低劲 喝醉一点 在紧张忙碌的节度中 把儿子送去上学院了 烦死了 今天干啥 今天上午一会儿回去收拾一下去健身房 你看这傻叉哈 敲那个路口上 别人车能过去吗 往哪去 来个大的 可以挑在个湿的路口上 一会儿这个看这个这个 哎呀宝马厉害 好唱可以随便停 了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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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家啃那本什么 娱乐至死啊 太难了 不知道他翻译的问题 还是他这个语言就这么精练啊 这个这个 理论性太强了 看那个枪炮细菌 感觉好很多 就是这样 口语话的东西比较好 你这个比较好理解 他举的一些例子呀 还有这种道理呀 他给你分析的 你破开了讲 娱乐至死就是 但是 不概念全堆积起来 给你的这些领悟 可以 值得一看 然后再就是看那个 陈英雀的最后二十年 那本书的作者很明显对这个 陈英雀有一些感情在里边 所以他在写书的时候 对于这种 迫害过他的 或者说 有些 不正当的一些 理论的时候呢 他就会 情绪化很明显的一些 语言出来 不好 看这张书很不好 对于我的心情 非常大影响 感觉 挺没劲的 这些跟这些 生物一起生存 而且本身我也是这样的 有点生物 本性里边都是一样的 这些很 很绝望 还是 对 是一个很绝望 然后再就是很 很自卑的一种心情 改不了 基因里边东西 改不了 自己能改 也不想改 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要变成一个伟大情操的人 各是一个自我奉献的人 为了甘愿为别人来献出生命和财产的人 做不到 我的第一需求是生存 这个自私 扯别的没用 最近去我昨天是看到它在58年 58年 从3月4月6月 在京华 他这个作者很喜欢用京华这个词 北京的京 中华的华 北方京华地区 先是一个某个什么也是著名学者啊 现在正好人民日报上批批批批批批了这个自产阶级的这种历史观 然后4月份又一篇谁写的我忘了6月份伟大的郭沫若先生跳出来了直接点名批批批批批 然后据说是这个有这个上层受益 然后郭沫若先生不是郭沫若先生 配 这个批批不是会郭沫若先生就是我配我自己 陈寅鹊先生的一个弟子 叫莲什么西 男儿像个韩国人还是朝隔城 队长 他的父亲是广州市市长 后来他在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读书 然后陈云雀先生当初在那教我书 两方人有一两年的交集 后来在了柳南大学之后 这个金学者 作为哲学历史系的一个当官的 一个当官的 然后跟这个陈云雀先生会有个交集 包括一直以弟子相称 他在58年时候就开始批判写大字报 因为他知道很多陈云雀先生的这种详细的历史 他的祖父啊 他的父亲啊 都是这种开明派的人士 包括陈云雀的父亲当初是为了 据说是为了这个37年 清华绝世而亡的 他的祖父是当初变法必新的时候一个 支持派 后来又被免职了 然后他就把这些黑历史都 我不要他这么说的黑历史是挖出来 然后陈云雀先生又批了一顿 陈云雀 据说是陈云雀跟他老婆就唐唐什么女生 那是青年写一个稻草 猪的头一个圆 就看这种历史 不是看历史 看中国这种书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这种 迪运太差了 中国字都不认识 那些逼巴的自己还有想法 还思考 思考个女儿 思考 陈云雀跟他老婆就说这个 这个金 这个这个这个 就不要以后不许他进门 非常气烦 后来 五八年底是吧 据说 因为就这种大学问家 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不能太过分了是吧 后来这个学校领导 去他家里当门道歉 这个金先生也去了 据说还跪在门口 说要求求求求求原谅 然后陈云雀说这个 我没有本事教你啊 免得无人子弟 大概大概这么意思 然后大概就看到这 后面还没看 挺气愤 他这样说就 虽然是这样一个作者一面之词 但是根据他引证的一些 一些资料的 可信度是很高的 下面都有这种被注 哪个哪句话出自人民日报 哪一天哪句话出自哪个玄机 都可以被查的 虽然我没空查 但是 我相信他不敢玩这么大 把一些虚构的材料放在下面上 全中国人民真有闲事去查怎么办 他不明映扫地吗 超门太高 下大了 下大了 然后再就是昨天其实大部分时间 晚上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看那个 就 迟兴猪 不知道为什么猪熊迟名字 反过来一个日本作家的推理小说 有什么镇魂曲 我不知道 我看不出推理小说 我看的就是一个这种黑道色情小说 看了快一半了 既然他把我带入到这个时代里边去了 我就看完他们 讲的是中国人在 在日本那个歌舞伎厅 是东京吧 应该是 歌舞伎厅 黑帮之间互相 抢一盘 暗杀的故事 就跟小孩做假假一样的黑帮 不就做假假 过假假一样的黑帮 快递拿不拿 算了吧下雨天 快递 全是色情东西 哎呀 就是很低贱 和动物规物比起来差很多 你就拿起来看了就看完了 也是一种经历是吧 老一教育我的 这两天出风去走走留意 明天吧 今天天不大好 好 行了 到这吧 把儿子放下 开回来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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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